解极症是南投县内六个没有眼科可以看的乡症之一 日前来自台中的中央福伦社 透过地方民众了解到极其症 长辈不方便外出看眼科的困境后 特别会提许多福伦社 捐赠了四台总价值300多万的高端眼科医器 服务县内各乡症民众 让民众能够及时发现眼疾及早治疗 我们想要借由国际的基金一起来帮助偏乡的医疗 最主要是要兼证黄斑部病变 因为糖尿病引起的黄斑部病变 有点的扫描仪器 还有帮助偏乡的人 因为年轻人大部分都已经在外乡 他们可以借由把医疗资源带到偏乡 然后还有卫生局把眼科医师也带到这边来积极来 然后所以他们可以在自己最熟悉的卫生局 可以看他们的眼科医师 可以看他们的眼科 捐赠的这个设备 那在台中市或是大的城市来说 这个都是诊所或是医院里面的基本的配备 那我们很开心我们能够把我们这些基本的需求的仪器 送到我们这南投比较偏僻的乡镇 积极镇卫生所主任也表示 在偏远地区相关仪器是非常少的 尤其积极以长辈为主 每当需要看眼科都需自行前往医学中心来检查 现在在福伦社协助之下 未来能够提供更加健全的服务与照顾 在偏远地区 他眼科的仪器是非常少 而且像这方面的需求 随着山高而来 有很多老年人非常需要这方面的服务 尤其是在积极 在乡下很多都是老年人 那有很多属于糖尿病 高血压的病人 他们的眼睛有问题 他们就要远赴 积极要到各都市或医学中心才能做这一项的检查 可是由于透过这个监证的一个情况 我们积极也可以做 让我们的老人能够更接受到更妥善的医疗照顾 先议员肖志全王秋淑议员 相当感谢福伦社对于地方医疗的关心 捐赠四部一气来提升地方医疗品质 未来不但有优质的服务 也能够及时了解自身眼睛的状况 非常感谢我们国际福伦社 三四六一地区的各福伦社团 今天共同一起来到集体卫生所 来捐赠有关眼科疾病的 以及糖尿病的一些筛卷的仪器 希望能够促进以及增进 改善我们地方民众 有关相关疾病的一些治疗以及预防 我刚刚有测试了我们眼科的那个眼睛的仪器的检查 因为他刚刚是测试了我们的防班部的病变 可以马上检查就可以马上知道说眼睛的部分 是否有病变可以早期的发现这样子我觉得很好 相信在福伦社协助之下 未来不但能够在卫生所内有医学中心等级的仪器来为民众服务 也能够提升地方的医疗品质 记者邱平易及其采访报道